那等於說在日本跟台灣我們對於這個檢疫措施不一樣 那我們目前還是維持我們所謂的這個14天的居家檢疫還有秋冬專案 日本他們將針對外國旅客禁止他們入境了 那台灣接下來也會不會針對就是外國的旅客做一些應變的處置呢 可能我們跟日本的這個做法不一樣 我們目前其實很早就針對所有國外的這個不管是國人跟外國籍的人民 只要進到台灣我們都是至少是14天的居家檢疫再加上7天自我這樣管理 那日本是不是日本我記得他們並沒有像我們這麼嚴格的一個居家檢疫的措施 所以應該是說大家對於這個檢疫的措施不一樣 那他們主要就是第一個是在日本目前的疫情 我記得然後目前一天好像3000多例 那所以他們有另外也有傳入這個英國的變異株的部分 所以他們有針對這個外國外國籍的旅客有做比較嚴格的限制 但他們對像台灣還有韓國其他的商務客並沒有做禁止 所以他們在對於這個還是有一些分流的一些不同的風險的措施 那等於說在日本跟台灣我們對於這個檢疫的措施不一樣 那我們目前還是維持我們所謂的這個14天的居家檢疫 還有秋冬專案也就是說任何人只要進到台灣 再到2月28號之前我們都會有希望他提出3天的核酸檢測 一個證明所以這個部分還是會維持我目前的一個基調 我喜歡大家的聲音 我喜歡大家的歌手 我喜歡你 我要的歌手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我的歌手 你不喜歡你